是 是 中文名字是董、日萱 GeyHub 上面名字是 其實是我的本名 然後 日文汉字 然后翻成日语罗马字 然后又觉得蛮帅的 就这样继续用下去了 然后这边我要说明一下 我的标题虽然是从你开始的爬虫之旅 但是其实比较面向 至少有写过抓过资料的工程师 就例如说HTC Party 还是OpenUri之类的 虽然如果没接触过 应该也还是能听懂 但可能就无法理解其中的心酸鞋类 然后这是大概经历 是台课大资讯工程系毕业 然后大概是在大四的时候 开始接触Ruby 然后跟大部分人一样 我也是因为Ruby of Reels 所以我才接触到Ruby 这么优雅的语言 然后之后当兵是去澎湖 然后当了当消防艺 然后跑过大概200档以上的旧户 然后打过大概20几场火災 然后现在是在贝壳宏大当Weapon Developer 这是我今天大概会讲的内容 就是预计25分钟讲完 然后大概25分钟时间Q&A 不过看昨天还今天Q&A 搞不好25分钟太多了 然后这是爬虫大概的架构 前面Schedule跟Q可能根据软体架构会稍有不同 但今天的重点主要是在 MatiThreaded的Dunload的抓取Win page的这个部分 然后还有之后 接下来PaaS资料可能会遇到一些 医难扎证以及它的解决方案 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公开演讲 所以就想介绍一下我做了什么 就是 你可以放心我没有要推销任何产品 然后我们公司贝壳放大 是群众集资的顾问公司 需要对群众集资有很高的敏感度 因此我们工程部就开发了一套名为Qualtrail的系统 然后它的作用是抓取各大集资平台的上的数据 然后其实国外也有网站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台湾 然后据我所知经济部其实也有推出一个跟我们一样很类似的系统 但是他们的资料大概自从上传上去以后就再也没有更新了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目标 就是打造一个收入全世界集资平台的数据 让使用者在一个地方可以搜寻到所有群众集资平台的数据 然后目前我们收入了14个国内外各大集资平台 然后每个小时大约抓取2万的专业网址 然后Database目前累积超过上亿 然后这边我来demo一下我们的系统 我们系统进入后它会把集资平台全部秀出来 上面是国内以下是国外 然后右上角会有地别的转换功能 还有时间范围的选择 例如说我们选择最近30天 因为我们是一个小时就抓一次 所以直接显示30天的话资料量会报夺 这时候可以按左上角的Date 然后它是用Goop by date 这个券 就是把一天的资料浓缩成一笔以后然后再输出 这样整体图表就会比较好看 然后对我们如果没有兴趣的曲线 我们也可以直接在上面把它点掉 然后有兴趣就是我们想知道这一个 拨风是怎么形成我们就点进去 它会显示这个平台的当天的曲线 然后还有它的当天当时的Top 10和它的复时 然后有兴趣的招号我们就点进去 它会一样右上角可以选择最近7天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成长曲线 然后底下则是我们的资料库 就是实际记录的Color 还有它的专案图片 集资金额、物料金额等等 但这个系统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顺利啊 就是一开始 最早其实这个系统是我从前一位同事手上接手过来的 当时的系统遇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速度才慢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集资平台Kickstarter 它上面活动中的专案大概有2万个 可是我们的系统当时只能每个小时 大概只能处理5000个 所以这个速度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即使因为架构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即使增加更多Walk 这个速度也是没办法提升的 然后这时候在我接手前 我就大概归纳出三个可能 第一个会不会是资料库太慢 第二个换JRuby会不会比较快 然后这里我先跟大家讲 JRuby其实没有比较快 然后就是至于Ruby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写画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系统就已经是用Ruby写的 所以Ruby肯定是适合的 然后至于为什么用Ruby乱写爬虫 原因其实也蛮简单的 因为我喜欢Ruby 就是这样 不过因为要说服其他人种 还是要给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FY或FYNOT 如果你在网上搜寻爬虫的话 就是爬虫当关键字 基本上经理查出来都是Python当教学 然后如果你想用Ruby写爬虫的话 最常遭受到的质疑就是 用Ruby不会很慢吗 但实际上就抓资料这件事来讲 程式语言的速度其实影响 远小于网路和目标伺服器的速度 如果你用Wordquark 然后可以按X12打开Web Developer Tools 然后接到Network可以看到 就是它可以接取Request的风报 然后这是一个完整的Request 从开始到结束的情况 可以看到右下角 就是它的整个时间是1.75秒 然后其中等待伺服器的时间 它就等了1.34秒 所以可以等于说75%的时间 其实你都在等待对方伺服器的回忆 既然心中已经有定案 不过总局还是缺少的时候 所以既然工程师那果啊 还是要跑一下Benchmark 然后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其实就是既然知道大部分的瓶颈都在网路上 那我们就测一下最快的速度可以到多少 程式码的部分到时候我会PO出来 可以自己到Text上面看 然后可以看到Python跟第三个Python 它是16秒跟Ruby 其实时间是很接近的 但其实看起来Python比较快 但其实我还是特别挑了用Python比较快 要不然有些Python其实都被Ruby干掉了 因为刚刚是说过 我们的瓶颈是在网路上 所以在程式语言的速度上面 它其实Python并没有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至于资料库有没有影响呢 就是比较了三个 第一个的话是一个标准的流程 我PASS完以后储存资料库 然后大约是6秒 然后如果只PASS不储存的话 大约是5.4秒 然后如果直接储存资料库的话 它是5.1秒 可以看到不储存资料库的话是快一些些 但没有快多少 所以证明我们资料库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影响CORORDA的速度的主要关键 那直接储存的话 当时我的想法是 因为其实我们抓取CORORDA抓取资料 其实只是需要当时那时间点的资料 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的需要使用它 所以其实可以抓下来以后 我们之后再用更强的效能去PASS它就好了 其实并不一定要急着再爬从这一段就把它PASS完 但其实可以看到速度没有差多少 后来分析的原因其实是因为HTML本身还蛮大的 相较于PASS完的资料它大概是300-400K 所以对于PASS 我们资料库是用PASS 所以当它大量写入的时候 其实效能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好 然后这个错误是 通常在一开始写PASS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遇到 大概就会遇到这个 其实第一个要先检查一下你的Diabase的POR 这个数值是你的Diabase可以允许的连线数 如果不够它基本上要大于你的Psychic 就是不管你用什么Trader的方式写 它基本上要大于你的连线数 否则你的REALS就会因为连线数不足而出现Exception 另外一个技巧是确保Trader确实释放连线 因为在跑MultiTrader的时候 你的Trader其实会产生 例如说你跑100个 但是它并不是真的就只使用100个Diabase的Connection 实际上因为Trader一直动态增加 RELS它的ActiveRec的特性是LazyLoad 所以它结束的时候也不会直接释放 它会等待下一个Db的 需要用Db的时候它会reuse那个Connection 可是这样就造成你的Connection整体的数量 会有蛮大的波动 如果你在你的程式全部加上ClearConnection的话 它就可以让你的程式保持在一个Connection的稳定数量 然后之后我用Cycic实际上好好看 抓取200个页面大概是8秒钟 其实也和原生RubyTrader其实没有差多少 但是那这样是说我们不管用哪一个都可以 其实Cycic要说它还是使用它会更好 原因是因为它更容易做到AutoScaling 所以如果你要用Ruby写爬虫的话 基本上Cycic是最佳方蓝 然后这是我之后 就是自己写了一个Hoku的AutoScaling的小小RigTask 就是Hoku有提供它的Hoku API 所以你可以很方便的在你的RigTask里面 然后搭上Schedule 可以做到就是像这一个程式 我的目标就是我10分钟检查一次 然后检查Cyc的剩余数量 如果剩余数量比较它的平均处理速度 处理不过来的话 我就加开更多Walker 最多加到10个 就是所以它的Walker范围会是1个到10个之间 根据我的Cycic Drop的数量决定 那Cycic的连线数量限制基本上是你的Radis 因为Cycic是仰赖Radis的那个Storage 所以你的Radis的数量基本上要大于Cycic 然后你的Postgres的连线数量也要再大于这两个 以核酷的Postgres的方案为例 Schedule 2的话它的Convention是400个 然后理论上我们的Thread可以开到400个 不过实际上因为Rules本身它DB需要连DB 然后RackTask你为了要跑RackTask 你也要预留它的DB连线数 然后你在重开的时候 然后核酷为了让你的连线不会中断 所以它有一段时间会新旧版本两个同时跑 这时候你的连线数就会变成两倍 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Cycic的连线数 大概是抓总连线数的一半 所以400个Convention 我们大概最多只会开到200个 然后如果是自价土机的话 例如说AWS或GCP GCP的话就是Google Cloud Platform 然后理论上有Root的权限的话 那个Thread是想开多大就开多大 不过出市场试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开到1000就上不去了 是因为预设Linux其实是有 File Descriptor就是开档数的限制 然后预设其实是1024 所以你的Conference可能大概到1000左右 你就会发现怎么样的上不去 然后Mac更残值的256 所以你在本机上基本上 你只能开小小的所有的测试而已 你不能开太多开太多 它就直接跳Exception了 然后在Linux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指令来修改 就是File Max这个指令 修改Linux的开档上线 然后Mac的话也可以修改 不过它超麻烦的 所以我就没有改了 最后再提到转网页的一些know-how 第一个最后遇到问题 就不小心把对方给打挂了 就是大部分的网易伺服器 其实都蛮脆弱的 因为像和服自己实测 大概是500个声音的 你一直批批打他 他就被打爆了 其他人都留不上了 然后解决方法的话 我们是那个就是 Sitecube的话 我们Cube就会每个平台 都各自一个Cube 然后每个Cube 就是各自权重都一样 这样Sitecube他在抓取Drop的时候 就会平均的从每个Cube里面 抓Drop出来执行 这样单一平台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他就会同之间 就会尝试抓取所有全部的平台 然后实务上 为了要达到这件事的话 我们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笨笨的 反正你Sitecube 你要几个平台 那你就是开几个 他的passer几个档案 不过这样实在是 因为其实他内容都是一样的 所以还蛮蠢的 所以我是后来尝试用暴力动态 改Cube的方式 就是让他在run time的时候 尝试去 也因为Ruby的特性 所以他在run time的时候 我还可以直接强制去进去 hack他的那个 他Cube的名称 这样让他在动态产生的时候 就是用各自的platform的名称当他的Cube名称 然后另一个重点 就是也是一个小小的hack 就是他的retry时间 Sitecube的retry时间 基本上你两种方式 不是预设的 基本上就是在定义class的时候就要定义好 不过这样不太够弹性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抓网页的时候 有时候要根据他网页伺服器的return value 来决定我们要retry多久才retry一次 像KickStarter他预设的连线数就是10个 而且他被挡的时候 他会给你HTB429的error 然后你要再根据他的error的delay时间 就是决定你要多久以后才能再尝试 所以后来就是找到这个方式 他没有在那个Sitecube的document上面 所以后来自己try出来的 也跟上个方法很类似 就是也是在run time的时候去强制他修改class以下的一些messor 让他可以动态的指定retry的时间 然后抓太平凡如果被封锁的话 就是其实还蛮常遇到的 因为很多主机就会有防火墙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特征 他根据你的User Agent 如果你抓太多次的话 他就会封锁你 所以在抓的时候 有一个其中一个小技巧是你可以 随机切换你的User Agent 就是你告诉 这次你告诉他我是Qoam 然后下次告诉他你是Buybox 然后下次你又说你是IE 反正每次的特征不一样的话 那你被封锁的机率就会变小 甚至有一些网站 他为了要保持就是 不影响到他的SEO排名 所以他会把Google bar 就是列入他的白名单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为了找Google bar 然后你就存取完全无限制 超爽的 我这个有点邪门就很慎勇 那这边是一个随机产生User Agent的办理 基本上大概就是语法介绍 所以我的做法是在我的 因为我想要诚实一点 所以我老实告诉对方 我们到底是什么 就是Quadtrail 然后我的做法是在后面加上一个Random的字串 就是让他每一次产生出来的都不太一样 但如果是人去看的话 基本上他就会知道我们是Quadtrail 然后希望他不要放松我们这样 然后其他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 ForwardFort XForwardFort 它是HTB的一种header 其他还有Xreal IP 然后如果你用CoreFail的话 还有CFConnection IP 就是有些网站他会去尝试抓取使用者真正的IP 因为其实你在大部分的公开Parse 你如果通过公开 例如说HiNet Parse 其实你的IP虽然说是HiNet Parse的IP 可是它是会在你的header附上一个他真正的IP 所以但有些网站就会自作聪明 他就会用你的header附上的IP 他就会以为他抓到了Parse后面使用者真正的IP 但实际上你不是Parse 但是你可以加上这个IP 我也知道就是装作你是个Parse 然后说你后面还有一个人 有些网站就会笨笨的相信 相信你是Parse 然后你只要一直改后面的就是这些header的话 他就会以为都是不同的人 然后觉得疯狂的顺取他 然后这里是一个Explorer4的范例 就是也是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方法是随机使用Parse 就是如果真的以上方法都没效的话 那你可能就只能真的老老实实的用不同的IP 但如果你在合股上面的话 基本上你的不同的Worker都是一个不同的IP 所以理论上你可以开很多的Worker 就会有很多的IP 然后当如果这些IP都还是不够你用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直接加Parse server 或者是红上免费的Parse清单 从上面抓一红之类的 那如果遇到不幸遇到验证的话 那就很麻烦 如果你可以尝试OCR或者是那个 Antigate就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的 它是那个你把你的图片上了上去 然后他就有真人去尝试写入你 是不是你打的东西 所以ReCAPTCHA 他用验证把他辨识人 Antigate他用的又回来辨识验识人 就是一个把人当机器用的概念 还蛮厉害的 然后最后是Parse server一些know-how 例如说我们在常在写那个Parse的时候会需要 我们通常都是用CSS去找出他的文字内容 然后算是我自己被雷到啊 就是有人家写他用Index 就例如说我们的Table有三个 然后他可能刚好我们要抓他的支持者数量 然后他刚好是在第三个 然后他直接这边就直接 它是零开头嘛 所以012直接就写2了 但是当网站改版的时候 他多加一个什么Table 前面多加一个什么东西 你这个Index其实不一定 真的是指到当初的东西 所以你有可能就会抓错东西 然后我自己的方法的话就是 把整个Table 那一个整个area的Table 全部抓下来 然后我用前后再指定出 我真正要抓的东西 后面那个方块号可能比较少看到 就是前面如果是字串 后面方块号的话 我也可以加RegularExpression 所以整体的做法是利用当Parser 先缩小我要找的范围 然后再用RegularExpression 找出我真正需要的资料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因为网站改版 而抓错资料 因为抓错资料比没抓到的资料更麻烦 然后最后一个是Integer Vloat代替2i 就是如果你网站改版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变得没抓到的东西了 如果你直接 虽然它是你需要的是一个数值 可是如果你直接图案的话 在Ruby的特性里面NEO它也会变0 所以以我们之前的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了一个专案 然后突然间它的赞助金额直接就变0 然后我们下一条后来发现其实它是没抓到 它就例如说网站本身挂掉了 它就出现错误网页 然后你的passer一爬下去 它就直接全部都给0 后来后续处理就很麻烦 然后之后我的做法的话是 就是使用Integer 就是它在NEO的时候 它就直接PenException 它不会笨笨的直接把NEO转成0 这样你的 如果你在搭配把当时的RAWDATA 就是HTML储存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在网站改版后 然后你只要再修好你的passer 因为它当时都会变成错误的方式 再修好你的passer 就可以把那段时间的资料 全部再读回来 在今天的Talk就到这边 有什么问题吗 好 题目居然没有任何问题 哦 有 来 坐上个麦克风 我想问就是 PenException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体能 你遇到最难爬的网站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把它公布下来 最难爬的网站目前遇到应该是Indiegogo 就是它也是一个群众体制平台 然后它会在你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它会尝试执行一段JavaScript 所以你的passer本身等于要模拟它JavaScript的东西 所以变成说你没办法直接用静态的方式去爬它 就是可能就要搭配Kvaro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其他我还有遇到过Cookies 不过Cookies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的 就是虽然说它会检查你一定要有Cookies才能进去 不过实际上你就把Cookies那一串Head抓下来 然后在下一次Request的时候把它的Head放回去 它基本上就会让你放行 所以大概目前遇到比较特别的大概就是这样 可以再继续问一下 好 请问 那那个也就是说你们对于每一个网站 如果你去写的话 你得没法写一个就是generic的策略 对 没有一个general的策略 基本上我们的passer的话就是 我们会定义一个class就是for一个platform 然后我们会定义一个general的界面 就例如说我们它这个界面的master 这个就是取得它的pass完以后的资料 然后每个pass 例如说它会有get title get back account之类的master 然后但是每个master就是根据不同的平台 它会执行不一样的动作这样 那比如说新的 你们要排个新的网站的话 要基于你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些工作 还要花多少时间 嗯 以我来说的话 大概是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就可以写出就是基本passer 不过因为基本的passer 它其实通常会发生你写完以后 但是实际上我们之前就遇到 例如说我们以为它的币别只有美金 但其实搞不好一百个状态里面 就偏偏有个状态它就是用欧元 就奇怪 就是用奇怪的币别 然后这时候你的passer 可能就会出错 所以基本上上线完以后 我们就还要定时的监看它 然后如果有错误的话 我们再从有错误的时候 就会储存RAWDATA 我们再从RAWDATA去修正passer 然后再回复那个时间点的资料 好 主持人 请问 绿色按下去 绿色 绿色 OK 我要请问一下 你们爬路的网站 像是你刚刚讲 它都币别不一样 你们是要怎么去试验 假如说它的币别不一样 可是它一百个其中 有一笔子不同的币别 你也没办法试验 是你要看到数据跑出来 你觉得习惯于再去检查它 还是 通常币别不一样的话 它通常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自传 很少网站是说不同的币别 也都是用直接一个大的符号 就是它可能会 例如说一棒 它可能会用一棒的符号 如果欧元就用欧元的符号 所以其实它符号通常会不一样 我们在写passer的时候 通常就会把这些符号指定进去 然后如果当它不是这个符号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会跳Exception 然后那个passer整个就会错 它错的话就会储存RAWDATA 之后我们看到有东西错 如果我们再尝试去修复那个passer 然后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它突然间多个其他币别 那我们再尝试passer去让它修正到支援更多币别 这样 OK 谢谢 谢谢 请问 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就是你刚刚讲说抓错比没抓到更惨 是说比没抓到更惨吗 对 像之前 勾方密的话 我们在抓的时候 就是 有一段时间我们以为它只有美金 所以我们直接都把它当美金储存了 可是 实际上 它有其他币 有其他币别 所以你的value跟 就其实如果你的value 你不知道它真正的币别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有些币别 它可能它的币值比很大 但是有些就很小 所以当你抓错的时候 其实时间又已经过了 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已经一两天过了 那币资料基本上就没有用了 所以 你要去 你不可能做时光机 再去那个时间点执行passer 所以这时候抓错 就会比没抓到更惨 因为抓 没抓到的话 它会把那当时间的road data储存下来 可是抓错的话 那个时间点执行就没了 你就再也抓不到它 所以 就是后续处理就会很said 左边那边写 绿色压印下去 你好 谢谢你的分享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打了 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们的那个job schedule 就是用uniscrum 然后再就是 你们这样系统是在 在做job schedule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问题 要注意的地方 基本上 我们 Q的方式 我们是用side kick 然后 排成的话就是和尔库的 本身的插件 那个schedule 然后所以 比较 比较 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概就是 因为 有时候抓案的数量不同 例如说我这时候 平常每个小时 大概都是2万多笔 可是有时候 可能会突然抓到许多的新资料 到时候可能就会跑到10万多笔 所以 如果 你的q的数量 那些是一个固定的 就是 它可能固定开50个sched 这时候可能 如果 它的job 数量 多到10万笔的时候 你可能 一个小时之间 就处理不完 所以我们才又 多加上 auto schedule 的方式 来处理它 还有问题吗 谢谢 谢谢 时间了 所以我们要停止 这里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可 来 来